大家好 这里是塑料和批评书 我们关注一下奥运 奥运会在开 史上最冷清的奥运 没关注只有运动有案 只有比赛没有看课 真的是史上最安静的 史上最惨淡的一届奥运会 日本人这边其实很多人 都特别反对开奥运会 有些个人 我有好几个日本朋友 他们都说 其实你应该挪到秋天去开 这会儿开它干嘛 1964年奥运会也是秋天开的 干嘛一定要在夏天开 但是我们关注的不是这个东西 我们今天有一个关于奥运的消息 被中文世界刷屏 成为超级热点 我也不知道说出来以后 大家是不是爱看 反正我呢是很激动 很激动 就讲说一个加拿大的一个游泳选手 游泳的运动员 一个小姑娘 小女孩 麦克尼尔 就是应该是麦克尼尔 是吧 这个为加拿大夺得了女子100米的这个蝶泳金牌 哎你这个名字啊 一看就是我老外的名字 但是no是一个中国小姑娘啊 出生在江西 生下来只有两天就被她的父母遗弃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遗弃啊 完了以后呢就被加拿大的一对夫妇啊 不是一对夫妇吧 是加拿大的一个单亲妈妈 我看到的好像是这样啊 也许不准确啊 总归她为加拿大的一对好心人 一个好心人给收留了 给收养了 然后就一路就把她培养出来了 所以呢这个哎呀 不是单亲父母 那另外一个啊 是这个麦克尼尔的小姑娘啊 是一个起因 一岁的时候被她的中国的原生父母啊 给遗弃了 然后呢被加拿大的父母领养啊 培养成奥运冠军啊 所以这个这个事在现在被刷屏了啊 很多人在谈 我觉得我也挺感动的啊 现在我们这些个人啊 但凡你在中国啊 如果你不是个250 如果你不是一个这个老子姓水的人的话 你基本上就是看奥运会吧 就是只要看到中国队输了 我就高兴啊 只要看到中国中国的淫浪 我就把电视给关了 基本上就这么一个套路啊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一个一个思路啊 不是我一个人的一个反应 这是一个正常人的反应 因为中国是一个魔鬼之国 是个地狱之国 你知道吗 是一个垃圾之国 实际上他慢的是啊 鱼肉老百姓 真的是 真的是让人特别愤怒的 这么一个一个垃圾国家 你说是不是 哎呀所以我们说这个 这个时候我们说的只要是中国队输了 我就特别高兴 这是真的啊 我相信在座的啊 各个就听我看节目的啊 听我的节目的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 你看他们的香港这边也是这样子的啊 香港这边以前都是我的中国心呢 是不是 现在可不是这样子了啊 现在基本上就是看见这个中国队 他们说有有一个街街头有一个大电视 知道吗 完了以后就是只要中国队输了啊 大家就就就就特别的高兴啊 所以今天是是讲一个什么 你是个女排吧 打球一开始有点赢 大家就喝倒彩 后来结果真的输了 知道吧 而且是跟那个什么土耳其啊 说这个 我预免冠军中国女排出赛应战土耳其 最终三局完败啊 三局的比分分别是21比25 14比25 14比25 然后中国女排小组赛 吴远东京奥运啊 觉得很很高兴啊知道吧 所以很多人看见中国队输了 然后我现场掌声雷动啊 欢欣鼓舞啊 这基本上是一个套路 但是问题是为什么大家对这个这个 中国气音啊 这个小姑娘这么高兴呢 那当然是思路是一样的啊 就是因为这个小姑娘是加拿大人啊 她是被中国抛弃的呀 是不是 如果她现在是个中国人 肯定是不可能为她欢呼的啊 不可能在那里刷屏的啊 不可能成为热点的啊 所以这个事儿吧 我想说的话其实挺多的啊 挺多的 有的时候啊 首先第一个意思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真的不知道 一个小女孩生下来 她就被她父母给遗弃了 如果是个旁观者的话 你会觉得非常的悲惨 你会觉得非常的为她非常的悲爱 觉得这个人这个小姑娘怎么命这么不好 但是 这是叫出人以外的平安 这是圣经里的话啊 就是这个小姑娘居然被加拿大的一对父母啊 一对一对一对夫妇给收养了 然后完了以后 许多年以后 十几年以后 居然成为一个世界冠军 啊 不得了的事情啊 真的是不得了的事情啊 而且是干掉了中国对手 知道吧 成为世界冠军 觉得很高兴 你看到没有 为什么呢 就看着看着 他们说这个一开始中国队还有点领先的 后来就反超 连超四人啊 就把她给 就把她给这个什么 给超过了 拿到了冠军 哎呀 很高兴啊 很高兴 然后第二个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人 他怎么就 人生就出现如此大的反转呢 这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问题 也算是一个安静的话题 我特别想讲一点我的一些个理解啊 我觉得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吧 他有好多个要素条件 因素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我们这个时候的时候 我们就讲说哇 这个这个中国是一个坑人的地方 是一个 我们就说一个天使 如果降落在中国 他一定会变成一个畜生 知道吧 猪狗不如的畜生 知道吧 一个天使啊 降落在中国 他一定会变成一个魔鬼 变成个畜生 变成一个 作恶无底线的垃圾 就跟中国的那些个人一样的 知道吧 什么事都敢干 知道吧 没有任何底线 就跟细胞子一样的 就是说一个一个什么 一个聪明绝顶的天才 刚才我说天使嘛 在中国 降在中国 都要变成垃圾 都要变成畜生 知道吧 那么一个天才 如果是出生在中国 也要变成一个什么垃圾 变成一个屌丝 变成一个 变成一个什么宠货 真的是这样子 因为你想想中国的教育 肯定是不行的 从家庭教育 学校教育 社会教育都不行 中国用自中云的话讲就是 像清华北大这些学校得天下阴才而毁制 这个话说的是很很到位的啊 我是很喜欢这句话的 中国的学校 真是是得天下阴才而毁制 你如果在中国 你如果没怎么上过学 而你又是一个很勤奋的人 说不定你有一天 你还真是能够读智着名堂 但凡你进了中国的大学 你基本上你成为垃圾的概率是99.99% 绝对是这样子的我跟你说啊 所以他说这个一个人在中国 如果这个女孩当时没有被她的父母遗弃 没有被这个加拿大的父母给领养 这个女孩估计是不是还在人世很很难说啊 至少她一定是个平庸的不能再平庸的 什么都不是的一个女孩 因为我看她的样子也在中国的人的眼里 她肯定不是一个美女是不是 她没有任何机会 就是她就处在社会最底层 可能连饭都吃不上 真的 如果一个小姑娘没有任何背景 没有任何资源 没有任何机会 她还可以如果她长得漂亮 她还可以去东莞去卖卖 去卖卖卖卖身体 是不是 然后呢 专你点小钱 如果说你家里没有任何背景 你没有没有一个姿色 那你在中国的人眼里 你就是个什么都不是垃圾知道吧 没有任何人看得起你 谁能想到这么一个小姑娘 跑到加拿大去后 居然成为世界冠军了呢 你看她脸上的笑容 很美啊 真的是 一看就是没有被欺负过的一张脸 一看就是被父母宠爱 然后给她各种鼓励 然后很向上很叽叽的这么一个小小女孩 你看她很感动 所以我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话题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个人 是吧 你也是我也是人 这个小姑娘啊 这个内耀也是人 你想想 她到底有哪些 有哪些个重要的一些个因素 促使她成为这些个这么一个优秀的人呢 怎么就完全不一样的人生呢 是不是 同样的一个人没任何区别 是不是 如果这个人 这个小姑娘如果在中国什么都不是 真的什么都不是 那结果她跑到加拿大 结果成为了世界冠军 啊 成为了明星 是不是 成为了一个阳光灿烂的小女孩 真的是你觉得太不一样 反差太大了 知道吧 绝对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真的绝对是一个天堂一个地狱 真的一点都不夸张 这是今天很多人在那里说的原因 是之所以这个这个消息被刷屏的原因啊 很多人翻出他过去的事情 说他在2018年吧 是在韩国的这个市井赛上面啊 他一个人就是大放异彩 干掉了中国的什么 四成二百米的这个这个 这个游泳接力赛 然后拿到了冠军 干掉了一批的中国的那些 那些出卖灵魂的 然后一批文盲 这个体育选手 知道吧 然后让人特别舒服 所以我们现在上了 我为什么要说 凡是中国人赢的时候 我就把电视关了 我就吵不看了 去里妈 反正中国输的时候 我就高兴啊很高兴 真的香港现在也是这样 你说香港的人 曾几何时是多么爱中国 是不是啊 很多人真是是看见中国的国旗 就就就跟打了鸡血啊似的 看见中国人得了个冠军 跟打鸡血似的 是吧 现在基本上大家都醒过来的吧 我相信在中国也有很多人已经醒过来了啊 废话不多说了 我们我们讲我们今天的主题 就讲他到底有哪些个重要的 用我的苏联约的书生的话讲就是要素条件 使他得以从一个丑小鸭 从一个中国的一个以气 变成了一个什么加拿大的这个体育的世界冠军 变成了这个时代最耀眼的明星 变成了一个阳光灿烂啊 这么一个小小女孩 为什么哪些个条件 我觉得哈 就是人呐活在这个世界上啊 首先第一一个人要要什么呢 要有一种属于自己的作为一个人的生命的一种 就有什么尊严感和权力感 这个是特别重要的 特别重要 说起来好像有点拗口 有点抽象 就是你你必须要意识到你是价值连成的 不管你是一个残疾人还是一个正常人 不管你是黑皮肤还是黄皮肤 不管你是出生在农村还是出生在大都市 不管你是出生在富人家庭还是出生在贫敏的家庭 你作为一个独立的人 你作为一个唯一 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一个人 你是价值连成的 你一定要首先要有这种关于你的人的价值的确认感 你要意识到你是无价之宝 你的生命 你的灵魂 你的身体 所有的一切的一切 你是无价之宝 就是说所谓对自己的生命的一种意义层面的一种确认 我之前也经常说这样的话 任何一个人都是一样的 你看这个世界上有 我们就算七十亿人吧 就是你 不是别人 就是你 或者说就是我 这个世界上有七十亿人 但是真正一个属于你的人 只有你一个人 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跟你是一模一样的 没有任何人跟你的灵魂相同 没有任何人跟你的长相相同 从外在到内在你是唯一的 那按照经济学员 你无以稀为贵嘛 是不是 你在七十亿人中你是唯一的一个 那你想想你的价值该有多大 无价之宝你不可计算 就是我们首先一定一个人要意识到这样的东西啊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 中国的文化传统 中国的家庭 中国的学校 中国的社会 他从来不教育你这一点 从来没有 都是你看看人家的孩子 你看看人家家里的孩子 就是很多个成绩好的人 属于别人家长里面的人家的孩子 就是你我我养你 你这个孩子 猪狗不如你什么都不是 就是我们我们的家长 我们的学校 我们的社会 都是拼命的把一个人贬得一钱不值 真的是 然后互相贬低 然后是整个社会的贬低你 从来没有一种 我说的生命 作为一个唯一之人的生命的一种确认感 这是第一 第二是什么呢 第二当然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 你要去 当你确认你的生命的价值以后 你一定要再来第二次确认 确认什么呢 确认你的才华 每个人都是有才华的 这是我长期以来我去什么学校去讲课的时候 我经常跟那些学校讲 我有时候去 你去北大清华去给他们讲课 去人大给他们讲课 你说这个话 他们一点都没感觉 我说每个人都有才华 他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才华很腻 其实他们有可能 以后是最平庸的一群垃圾知道吧 因为他在清华北大人大被那个学校洗脑 但是因为他们是高分考过来的 在中国参加高考里面 考个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 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是不是 所以他们个个都觉得这些才华很一切是错 中国人 我告诉你 有百分之九十几两 九九的人 从来不知道自己的才华在哪里 那我们基督徒有一句话 就是我们 我们每个人 上帝 他赋予我们每个人 不一样的才华 这个才华在整个人群里面是独一无二的 我们称之为恩典 就是每一个人 你一定要找到上帝 道理给了你哪个才华 一定要找到哪一份恩典 然后把它发扬光大 然后把它努力 把它行出来 表现出来 真的 这是西方社会 它特别特别强调的一点 我看这个内奥 这个小姑娘 她个子很小 是不是 身材瘦小 完了以后 但是她觉得很聪明 她的父母非常鼓励她 给她 给她 让她学了不少东西 最后就是让她 开始学游泳 还还看到一个小孩 也是一个亲 也是在加拿大 也是身材特别小 完了以后 学了不少东西 打篮球 踢足球 然后打羽毛球 最后就是 她就发现她在体操 自由体操方面 具有天赋 完了以后 她的父母就让她 你去干体操 其实我告诉你 每个人都有上帝赋予你的 一份独一无二的恩典 也许你会做饭吃 也许你会做家政 是不是 也许像我这种人 也许你会写文章 我觉得我是到了快40岁 30多岁 我才开始意识到 也许我最能做的一件事情 我自己最喜欢做 也许能够养活自己的一件事情 就是写文章 所以我后来 我当我意识到这一点以后 我变成了一个 变成了一个最勤奋的 这么一个写作者 我每天都写 每天都写 写了不是写了多少 垃圾 至少我现在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 我在中文写作方面 我不是说我有什么 特别多的文学才华 我主要是致命于思想史的写作 和诗歌的写作 但是我也没混中国的体制圈 但是我对语言的把握 对语言的操控 对文章的结构的把握 那绝对是有几把刷子的 我真的可以吹这个牛 为什么?因为我意识到 上帝给我的最大的才华 给我最大的恩典 就是我有一种与生俱来的 会写文章的能力 加上后期我的一种这个努力的训练 所以我成为了一个写作层面的一个 算是一个专业级别的这么一个写手吧 是吧 所以每个人都要去找 一定要找到他 这个世界上上帝造的每一个人 没有这个废品 没有废品 上帝造人是一个一个造的 上帝造人不是流水线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你是拿捷 千万不要以为你是流水线上的 一个可以被别人替代的 这么一个产品 不是的 你是独一无二的 你有你的才华 你有你的恩典 有些人他一辈子找不到 一方面有社会上的原因 另外方面还有他自己的原因 所以你要努力寻找 我跟很多个年轻人我都说 你有你的才华 但是你知道你的才华是什么吗 你要去慢慢的去摸索 去试 不断的尝试 不断的释 不断的排除 最后你一定会找到他 真的是 每一个成功取得一定成就的人 都是不断的去寻找自己的才华 自己的恩典在哪里 知道吗 这是第二点 那第三点当然就是老生常谈了 就是一个人 你无论有多少才华 你无论对自己的意义感 有多么的确认 但是你不能够失掉 不能够没有一样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什么 就是你的自由 是吧 你的自由意志 你的自由创业的能力 你的自由发挥的能力 自由是前提之一 但不是唯一的前提 是吧 所以我之前也跟大家讲过 是不是 比如说关于养活自己的问题 圣经内就这么告诉我的 你看他天上的飞鸟 他不种也不收 天赋尚且是养活他们 这里面我看多了以后 我就觉得他说的是天上的飞鸟 他不是说的笼子里的飞鸟 是不是一个飞鸟 如果老是被人关在笼子里面 你怎么养活上 你怎么养活他吧 你看看是不是 飞鸟 我当我意识到这一点以后 我才理解为什么泰戈尔他写 有一本诗集叫什么 叫飞鸟集 飞鸟集的意思是什么 是一个自由飞翔飞翔的鸟 所以自由飞翔就代表 自由是一只鸟生存的前提 自由是一个人生存的前提 所以你如果有自由 你一定会养活自己 所以自由加勤奋 自由加才华 自由加你的意义 你怎么会不能养活自己 那不可能的事情呢 所以当我们看到的 这么一个小姑娘 从江西做契婴 完了以后到加拿大 她拥有自由 是吧 加拿大的自由 那绝对是有的 你可以尽情发挥你的才华 她有才华 她有游泳的天分 是吧 完了以后她有生命的意义的确认 然后她又有非常勤奋 是吧 努力的训练自己 她当然可以成为世界冠军 你觉得我解释的有道理吗 所以今天这个话题被刷屏是 我觉得是比我们过去这段时间 关注洪水其实是更有意义 我们每个人都要想想 尤其是作为一个中国人 尤其是年轻人 你一定要想想 不是我要跟你当老师 我觉得我说的这几点 你看看是不是有点道理 如果你觉得有点道理 你静下心得好好想想 你的意义的确认了吗 你作为唯一之人的生命的意义 与生俱来的 这种绝对的一种生命的伟大的意义 真的是 生命的意义你确认了吗 第二你确认你的恩典是什么 你的才华是什么 第三你真的拥有思想的自由 行动的自由吗 是不是 第四你真的很勤奋吗 很努力吗 是不是 当你能够一连串的问题 你能够清晰的回答出来 你不成功才怪了 谢谢大家